欢迎收听总编读书 我是韩松霖 今天的节目的来宾 是我在第一季总编读书的节目里面 邀请过的所有来宾 这个听众敲碗 要他回来讲故事的来宾中最多的一个 我记得那一集我们请他上节目来谈印度 结果之后的Apple Podcast的留言有好多 都希望他能够多讲一些关于印度的故事 所以当总编读书的第二季开播之后 我就请商我的同学康世仁 前中央社的特派记者 再回到总编读书的节目里面来 固定来去聊聊印度这个有趣又奇葩的国家 那先请世仁跟大家打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高兴又回到这里 希望能够让大家多了解一点印度 那希望我的资讯也能够提供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要去印度旅游或是发展的话 好 update一下康世仁最新的状况 在之前他是中央社住印度的记者 然后在印度之前曾经常住过新加坡 对吧 那在结束他的记者生涯以后 他也到民间服务 所以他从事的工作还是跟印度脱离不了关系 现在的工作也大部分都在印度 那所以当我跟世仁联络 然后他刚好说最近会有个机会回来台湾 我就二话不说就请他留时间给我 那谈什么不重要 先把时间留给我最重要 所以刚好趁这个刚好我们开播期间 他有回来 所以我就敲他的时间一次录两集 那今天第一集我们要来聊跟印度什么相关呢 当然最近的新闻就是印度移工的问题 那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世仁小聊了一下 就发现我们对于印度的人种的理解 跟对于印度这个国家的理解是一样的 就是充满非常多的刻板印象 就是新闻里面就会说 啊 肤色啊 气味啊 这些人进来以后怎么办 之类的非常多的刻板印象存在 然后一听世仁一讲才知道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没错 这次进来的基本上是东北地区的印度人 跟我们长得差不多 所以请世仁先跟大家聊一下 东北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 在印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位置 它的地缘关系 东北其实它是一个靠近这个缅甸啦 然后西藏啦 是在这个或是云南啦 在这个地方啦 那基本上其实它原本不属于所谓的印度 这个词汇的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内啦 那它之所以会被划入印度 是因为英国人来了以后 他们开始基于西藏啊 基于这些地区 然后甚至也有缅甸啊等等 就是在当英国人来了以后呢 他慢慢的去 不管是蚕食也好 不管是用欺骗也好 去慢慢占下来的土地啦 那那边的人 其实我觉得它的人种 比较偏是 比如像泰族啦 像云南的那边的少数民族啦 或是藏人啦 其实跟他们 还有缅甸啊 跟他们都是有亲戚关系的啦 甚至像在缅甸边境 比如说像那个周边有这个 Manypool这个state啦 还有这个Nagaland啊 他们说他们那个那个周界啊 其实他们亲戚就是 就是被人为的周界给分开来 他们其实以前就是 就是一个家族的 但是因为后来国家成立以后 画了一条界 所以他们就变成要 所以所以其实后来 两边有签一个协议 就是他们可以自由的 进出这个边界 因为本来就是彼此就是亲戚 或者是同一族的嘛 所以其实他们原本 我觉得会比较偏 是人种偏比较像我们 或像缅甸人 或像泰人 泰国人 那当然有一些可能 有参到西藏人的学友 可能稍微黑一点点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 其实基本上 他的肤色是跟我们完全一样 或是比较偏于某些藏 其实藏人也有白的 其实也是看啦 其实藏人也是 他也不一定都单纯 就是说看他的这个 颜色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 以颜色来判断人啦 那他们的文化上呢 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偏是 云南跟缅甸高山那一带 然后他们曾经 我还在当特派员的时候 在德里曾经有一次 他们有举办一个 所谓的东北八省的 这个文化活动 然后八个省都派了 他们的传统舞蹈来表演 其实穿的跟我们的原住民 其实很像 只是可能颜色 或是那习惯变 但是你看他的穿着打扮 包括头上放雨室的那种东西 都一样 跳的舞也都是你看到 就是台湾的原住民跳什么 大概也是跳那种舞 所以那时候我很驚訝说 竟然这对人离台湾 十万八千里 但是他们跟台湾的原住民 其实很像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那时候 第一次就是 有点那种文化的这种震惊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印度它因为土地广大 然后再加上它可能还有 后来并进来的 所以它其实人种的组成 是会比较不一样 比较多元的 其实我们透过这一次的 移工的新闻 当然现在移工新闻的重点 都在吵说 到底是不是签了MOU 就直接执行 这动作是不是有瑕疵 是不是图利某一些业者 等等之类 这是政治上面的工坊 那这些姑且不说 如果仔细看印度地图 因为我们一般大概没有 什么太大的动力 会去想要去看看 很仔细的去看印度地图 假设仔细看印度地图的话 会发现东北地区这一块土地 基本上有一点像是 印度的非地的概念 没错 那这差一点点就被截断了 因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现在可以打开Google map 看一下印度的地图 东北地区其实 跟印度的主要的国土 中间还隔着孟加拉 然后在北边 它基本上它是临界的是 布丹跟尼泊尔 还有中国 所以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在它的东边呢 其实是辽国对吧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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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缅甸有非常长的国界交让 在缅甸这一块 所以刚刚世人有讲说 可能彼此之间都是清楚的关系 没错 那在缅甸 如果你在缅甸再往东的话 其实就是中国的云南地区了 如果从地缘上面来看 东北地区跟中国的云南 跟缅甸的北部 跟西藏的南部 藏南地区 可能彼此之间的关系 甚至高过印度 没错 这其实有一点历史的渊源 这些我们如果说 这些地缘政治的孽 可能都是英国人造的 对 这是事实 这是死英国人造成的 好 那再看一下这张地图 我觉得这个跟另外一个 讲到东北地区 跟另外一个前几年 常常发生的国界争议也有关 就是中国跟印度之间 非常紧绷的国界关系 那在我们刚刚讲说 为什么它像一个飞地呢 就是它中间只有 小小的一块土地连接 这个土地叫做习金邦 对吧 习金对 它其实习金现在也把它 划入东北八省之一 那个邦就是省的意思 对邦就是state 就是省的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的省 那其实像我们中央社 应该说我以前的服务单位中央社 我们就会翻成省 因为可能为了让我们的读者 比较了解 那其实那边有一个走廊 他们就叫一个什么 叫什么走廊 但是对不起我已经 可能叫西里古里吧 我在想是不是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称一个叫走廊 那那个地方是非常狭小的 那刚好上面就是习金 然后旁边就是布丹 那习金已经被印度病吞了 那所以刚刚这个松林有提到 就是说他之前曾经在 我记得是2016年吧 有一个第一次的 比较严重一点的冲突 就是在 其实就在习金跟布丹的 这个那边有一个爱口那边 那其实是中国不晓得 为什么突然把部队摆了过去 所以呢 而且呢就这个 印度是宣称说有越界 但是越的是布丹的界 但是印度以说这个第一 他威胁到他们这个走廊的战略地位 第二是这个布丹受到训练 印度根据条约是有 有资格出兵去保护布丹的 所以才会在那边产生冲突 那当初印度其实比较抗胜的 也就是说怕 中国为什么在那边摆重兵 难道是要切断他们 印度本土跟这个东北八省的 这个联系吗 所以这当然是印度比较抗胜的地方 那一方面当然因为 这个东北八省里面 有一个印度人叫做阿努拉恰 在西藏的南部 也在这个东北八省的北边 那有一大块的土地 那那一大块的土地 其实目前是一个争议 就是包括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不承认那是属于 属于印度的 那也就是当初这个 英国人在殖民的时候 他跟这一世达赖马 喇嘛的上一世 我记得是13世吧 有私底下签了一个协议 说OK如果说 这个英国人可以成功逼 国民政府 因为那时候国民政府 还在内战中 北伐 就是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 所以他们是说 如果英国人可以帮忙 西藏能够独立的话 西藏同意把 阿努拉恰 那个现在大陆称作 叫藏南地区 割给英国 可是英国就没有旅行 但他已经把那土地给占了 所以其实原本这个 阁下政府 也就是西藏的这个政府 也是不承认的 那当然更不要讲那时候的国民政府 也是不承认 一直到后来宣称继承国民政府的 这个共产党政府 他们也是不承认的 所以目前其实他们也常常在 这一块土地的边界上 就是发生冲突 甚至在邓小平 就是他们1962年 中印战争的时候 就是已经把这一块 就是以中国的角度来讲 是收复了 而且把整块土地都拿回来 但是那时候因为 可能是邓小平 当然担心说 北边的苏联会有动作 所以他们是全境撤出 所以当他们 整个撤回原本的 这个印度的 就是英国人那时候 画的那个界线的时候 就是印度人又把兵又派回去 所以目前其实实质控制 还是在印度人的手上 就这个所谓的藏南 也就是安努拉扯这块地方 如果从地图上面来看 其实这一块印度要得到 实际的控制 是相对中国来的简单一些的 因为主要还是地势的关系 在印度这一size比较平缓的 那它跟藏南的林芝地区 也非常接近 其实林芝现在是中国 在西藏非常重要的一块 军事基地 我记得它好像也开辟了机场 就是为了要 就是中国也在做一些战略的部署 因为其实 就是我以前有在跑大陆的时候 就是我在跑中国的 就是大陆新闻的时候 他们其实很早就定下了方针 其实他们也是有打算要把它夺回来 所以其实 你说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些 中印的这些纷争 其实都是共产党 他们早就有蓝图了 他们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在做 在那边建设军事基地 空军基地 跟南海一样 就是他们 尤其是习近平 他现在宣称说 他要逐步把中国的权力都拿回来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 他们原本就设计好了 只是说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实施 但因为习近平他认为他 他也许他想要变成 所谓的汉武或秦皇吧 所以 所以他现在这些动作就比较积极 所以才产生了这些 这些所谓的纷争啦 那搞得现在中国整个被 可能被围堵 这也是他自己的政策 所造成的啦 那在整个东北地区你说 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讲到说为什么这一次 印度的移工会是以东北地区为主 其实不脱一个最残酷的现实 就那边穷对吧 那边为什么穷 那边因为主要是山区 所以他其实他主要的特产是竹子啦 所以其实台湾以前曾经就是 因为台湾你也知道 尤其是民进党政府 那国民党政府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积极啦 但是民进党政府 他是一直希望能够跟印度建立 所谓的实质的关系啦 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就派了一些学者过去 甚至教他们怎么样把 竹子的工艺再加工 还有他们的那些竹子常常 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机器比较差一点 所以他其实加工出来东西 他浪费了很多竹料啦 所以其实我记得那时候 除了派了学者去教导他们以外呢 曾经还有找了台湾 曾经是好像销全世界 阻止这些竹工艺品 最厉害的一个商人 台商他本来在大陆 他就是被大陆救他 因为我也跟他聊了很多 他说他当初被大陆人骗光光 所以他现在决定要上演王子复仇 他说他决定把技术跟机器 都交给印度人 那因为他觉得印度才是有条件 因为他们成本够低 然后人口也够多 然后呢这样子就是 他只要买他机器就好嘛 买他技术了 所以他就是他以机器跟技术的方式 就是转移到那边 所以他其实在那时候 就是大概是2015 16年的时候呢 他就在我们外交部的协助下 也在那边设立了一个点 然后甚至也把跟当地有一家企业合资 再做一些竹子的艺术品 而且这些东西呢 就是包括竹椅啦 什么都是做的是那种 你不要想象是那种很土的 是那种销到欧洲 是非常时尚的产品 因为我看到那个目录的时候 哇这个很厉害而且有一些都得奖 因为这个台湾人他以前 他的产品就是都销到欧洲 然后都是有得奖 人矿就是强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能够就是种田而已 种田山区又种的不多 只有 Assam是比较平的 Assam也是他们比较 比较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帮 然后也是比较印度化的帮 因为我就听当地人讲说 Assam本来也不是这么多印度人 也是就是因为他第一他大 第二他比较平地 所以印度政府为了要好听点 叫做石边 所以就把很多印度人也移过去了 那当然也是因为那边有资源 所以Assam其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 所以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红茶产区 对对对就是Assam 对我们的中文翻译叫做Assam 对那边就有产红茶 但当初英国人想要种茶的时候 他也是挑了东北 因为那边有山区 所以比较适合就是Assam 他是种的是红茶 那其实附近还有一个大吉林 大吉林反正也是在这个山区地方 现在目前地图是没看到 那反正就这两个茶在印度是最有名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东北这个地方 大部分其实就是以农业为主 没有什么工业 所以当然就穷 所以其实东北人在印度本土 其实也是比较被歧视的 因为他们第一他们就是比较穷 第二是他们来以后印度人就是给他们做那种 就是餐厅打闸的这种工作 所以一个月薪水很惨 你从礼拜天礼拜六都不能休假 因为餐厅都不能休假 他们一个月薪水可能才 一万多淘一点两万卢比 那也就是台币大概是 四千到可能多一点 连八千甚至不到一万台币 是真的薪水很低很低 对那所以当初 其实日本人也是看中这个 所以日本人其实也 为了跟印度拉近关系 日本人甚至曾经日本安倍首相还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也有一次要去那边访问 然后要颁布一个计划 他们日本人其实在那边有很多的计划 援助计划 但是后来因为因故 所以安倍没有去 然后后来又安倍又被暗杀了 所以就没有再去了 那其实台湾跟日本都不约而同的看到 这一块地 就是因为第一他们的人种跟我们很像 第二他们吃的食物包括猪肉 包括这个笔布 笔布是竹子 其实印度人不懂得吃 但是如果像我在印度我想要吃这些东西 我就必须要去东北的餐厅才吃得到 然后它的东西当然有偏比较辣 但是它就是我觉得比较可能也许像 像四川云南这一带的料理 我觉得是比较像的 所以也是很好吃 就我们吃的比较习惯了 这些食物的方面也是跟我们比较像的 其实我还要讲虽然是日本跟台湾都锁定那里 但其实那边人就是因为现在寒流的关系 所以其实那边的不管是女孩子男生 其实都在封韩剧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他们对于韩国的歌曲 或是明星是如数家争 所以这也是可能在早期也许不是 可能早期也许去日本或是台湾 我是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来了以后 我看到他们比较都是风 都比较风寒流 风寒流 这是现在的现状 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现在你去譬如说像越南 就是我们说的是 如果以这几年一些比较产业外移到的人口 比较丰沛的地方 你去看那些国家大概都是 以韩国文化输出为主吧 对 菲律宾的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省份 对也是差不多的状况 因为一则是韩国的厂商投资也多了 二则是这个就没办法 这是全世界的现象 我觉得是因为韩国的政府的政策是对的 他们让他们这个影视产业这样起来 然后又走国际化 比日本人 就是日本人因为还是比较偏日本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飞地的关系 因为他们在可能在 这个人的肤色 甚至一些生活习惯文化 都不一样 都跟本土不太一样 所以 所以也可能自外于本土有一些属于他们独特的流行 对对所以其实大陆也曾经 我曾经有看到大陆几篇文章 他们当然他们 他们讲的不一定都是扯淡 因为他也是去他们那些论坛 就是东北人的论坛去发掘 就是说确实因为第一 东北人他在印度本土是被歧视的 第二是因为资源以前都没有分到他们这里来 而且还去他们那边掠夺资源 然后印度人也一直都不认为他们是印度人 所以我觉得东北人确实他们有一些也会觉得说 那他们不如归到免都归到中国 再加上中国因为大撒币 这个大撒币的外交 所以其实确实是当地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知道说大部分东北人他们其实 就是说只要他们有安稳的生活 有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基本上国家归属可能还没有这么 就是叛离的这种味道还没有这么强烈是真的 那既然聊到这边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就是在印度北边的这一块的地缘政治关系 因为难得我们聊到这个东北地区 是一般我们在看印度的区域情势里面 不太会去关注这块地方 因为可能穷 资源相对资源没那么多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唯一的就在于说东北跟印度本土之间 连结的这个习近这个地方 那刚刚你讲的大吉林其实也在习近 对 在习近省 对所以这一块小小的狭长的地方 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国家 像是尼泊尔 尼泊尔就在习近邦的西边 那在习近邦的下方 还有一个大国叫孟加拉 那你可以聊一下就是以南亚来看 当然印度是一个霸权嘛 它是最大的国家 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 各方面的不管是财力 或者是军事能力 应该都是最强的 那至于孟加拉跟尼泊尔 乃至于布丹 这种夹在中印之间的这些小国 他们所处的情势 跟他们的国家的态度是怎么样 目前因为他们这些小国家 主要当然就夹在中印两大之间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朝期因为印度它第一它比较强大 第二是中国以前可以说是锁国 所以基本上印度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 那印度当然它身为老大 它也是会每年提供很多 虽然它自己穷 而且它也从联合国那边 拿所谓的援助款 但是它又把这些款 又拿给这些它旁边的这些小国 对对对 那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孟加拉 孟加拉比较特殊的是当初 因为英国人跟印度的独立的协议 就是说OK只要是信仰穆斯 就是伊斯兰的全部就独立成一个国家 信仰印度教就独立成一个国家 所以其实孟加拉原本是归属于巴基斯坦 所以是叫做东孟加拉 所以那时候是属于巴基斯坦 但是印度一方面是出于这个 想要分化巴基斯坦的实力以外 一方面是因为孟加拉他觉得第一 他也是一样 他离巴基斯坦的本土非常的远 第二是他们也觉得他们有受到歧视 还有资源也是被夺走 每年上缴税都用在了巴基斯坦本土 所以他们也就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我印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可能税跟反正一定都是跟钱有关的 所以就爆发了所谓的独立运动 印度当然见到这种机会 见凤查针 对他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巴基斯坦 就把军队就开过来了 开过来以后印度人当然就派军队 然后当然先跟孟加拉签一个约 就是孟加拉要求印度保护 所以其实孟加拉的独立 其实是印度人派军队去保护所成立的 所以孟加拉在传统上跟印度的关系 一直是不错的 但是一直到了中国变得 就是他的经济好转以后 他开始推这个一带一路 开始大撒钱了以后 其实中国也花了很多功夫 因为他其实在那个极大岗 也就是说靠近缅甸跟孟加拉交叉 其实因为中国 其实他现在很多都是都在选美国 也就是以遗之际质疑 私遗之场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他其实所有的动作都在选美国 所以他其实也在尝试着 在印度洋这条所谓的贸易生命线里面 在建立他的港口海外基地 所以他们当然就是用钱来弄 所以像孟加拉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孟加拉他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一带一路的工程 然后中国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所以孟加拉其实现在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但一直到了中印开始越来越不好 而且发生冲突以后 孟加拉现在就是等于 他就是比较像我们可以说比较好的例子 是新加坡 新加坡以前了 现在可能也变了也有些变化 不得不 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两边走大国的平衡游戏 他也跟中国好也跟印度好 那这是孟加拉 但是我会觉得他因为目前拿了中国 而且他也跟中国贷款 其实现在南亚的国 这些小国大部分都拿了中国的钱 我是必须要讲都跟中国有贷款 那都是因为一带一路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他会比较偏中国 但是他还是在这些小国里面 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说他还是比较平衡一点的 那尼泊尔就比较严重了 尼泊尔一方面你看 他的国界跟中国也是比较长的 然后一方面 中国其实花了更大的功夫去投入 那当然一方面是尼泊尔人 他其实他跟印度人 像我去尼泊尔 因为我以前 你知道我们台湾人 以前对南亚大地是不了解 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就是图片 或是旅游的书籍 那大家比较强调都是尼泊尔这些佛教的遗迹 因为其实这个释迦国 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的释迦摩尼 其实主要是在他们的国土 其实主要在尼泊尔境内 所以还有很多大量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尼泊尔是佛教国家 然后看到就我想说应该是跟西藏很像 结果我去以后发现不对 他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小印度而已 所以而且他有70%的人 是信仰印度教 佛教徒其实已经不多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他的人种 他的穿着他吃的东西 都跟印度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甚至他的语言跟Hindi 也就是说北部的这个主要的语言 Hindi 印地语 也是只有大概30%的差异而已 所以基本上他们两边人讲话 其实是可以彼此可以勉强听得懂 就好像我们讲米南语 然后有个潮州人跟我们讲话 我们还是有一些听得懂 可以沟通的 那这个印度政府为了要照顾尼泊尔 所以是同意尼泊尔不需要 就是等于好像两国是没有海关一样 就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有点像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之间的 对啦 但是他们可能还是要有一个通关 我印象里尼泊尔是更方便 他就拿着他们的护照 就相当于身份证 直接秀一下就可以进来 而且他也不需要申请工作证 他好像跟印度一样 印度人本地人一样 可以享有工作权 所以很多尼泊尔人 其实跑到印度来工作 那尼泊尔人基本上 跟东北人有点像 也是因为你来第一你穷嘛 第二你可能做都是比较低下的工作 那再加上印度又有种姓的问题 种姓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说 低种姓他只能做低贱的工作 什么扫厕所啊 端盘子啊等等的 所以基本上尼泊尔人也是被印度人歧视的 所以他被当作低种姓 对他被当作低种姓的人 所以呢其实尼泊尔人本身 当然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对印度人也比较不满意 那在这样印度确实有一些比较霸道的地方 包括比如说像 比如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他们的洋葱减产 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或是像这个番茄 这两个其实是在南亚大陆是很重要 因为他的那些马沙拉 就是他那些咖喱的来源 就是这两个 一定是base 他的那个基底 一定是这个洋葱跟番茄 那印度当然为了要保护国内 他就是禁止出口 禁止出口尼泊尔就哇哇叫 还有包括油啊什么等等 所以但是呢 中国就是也是一样见风差 比如像油的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油因为第一很穷 第二可能没有钱买油 第三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油不够了 然后呢 印度那时候也因为自己本身油的 也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也是一样就是减产 减少运输到尼泊尔 那中国就自己主动就送油给尼泊尔 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 让尼泊尔其实累积了很多 对印度的不满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的党 而且在这样尼泊尔其实 长期也是很好玩 他是共产党执政的 他也是好几届政府 都是共产党的链 他们有共产党还分了好几个党 但他们都是共产党 然后他们都是组成联合政府 但最终这些都是共产党 所以这些共产党执政 他们又认为说 我们跟北京政权也是比较像的 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 尼泊尔是更偏跟 情感上可能有点往中国偏邪的感觉 对不管是情感上 或是我觉得利益上 还有他们也有欠中国的债 所以这种种的因素 我觉得尼泊尔跟南边的 斯里兰卡是比较像的 他们基本上都会比较偏中国 他们其实也是一样 有一个比较支持印度 一个比较支持中国 所以通常是你只要是 支持中国上来就怎么偏 看谁执政 对对对但是尼泊尔感觉上这几年 都是偏中的 政党在执政 对对那斯里兰卡就有时候有偏硬 有时候有偏中的上来 所以这也是要看党的执政 所以难怪看起来印度在这几年 对于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越来越紧张 其实如果你把印度的地图一打开 中国的影响力开始慢慢部件 在它的东西南北 可以这样讲了 几乎把它包起来了 南边我们刚刚讲到斯里兰卡 对甚至还有在南一点 那边有个马尔蒂夫 现在也是这个亲中的政党选上了 所以他们现在是把印度的驻军 给驱逐出去了 OK所以斯里兰卡当然就不用讲了 如果它正就在印度半岛的脚底下 而且是在印度洋的算是一个战略位置 很重要的地方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 那另外在它的西边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基本上 中国人叫它巴铁嘛 对 所以说巴基斯坦的铁杆兄弟 没错 没错 巴基斯坦是可以免费拿到中国 给予的军事资源的 像是最先进的战机之类的 也没有到最先进 但至少像歼2歼10 外销最先进的 歼10这种飞机它就可以外销 当然因为它也没有人买 但是反正就是说 反正第一个实验基地 外销基地一定是巴基斯坦 送给铁杆兄弟们 玩玩用用 然后不收钱 而且它的一带一路最重要的 也是经过巴基斯坦 尤其是克什米耶 就是说印度宣称 它有拥有主权的这个地方 所以印度其实跟中国 其实最大的症结还有就是这里 就是说你中国的一带一路 竟然通过这个 就是印巴有争议的领土 而且在这个上面 它等于是承认说 这是巴基斯坦的领土 所以这是印度每次都在抗议的 所以印度每次在谈 跟中国和谈的时候 它就说那你不要经过那里 或是你不要承认那个是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对所以这个其实双方 那中国当然说 那你这个藏男地区 你要还我什么事 所以两边永远有扯不清楚的事情 对对对 OK我们最后来聊一下 关于台湾人的资于印度 其实有非常多刻板印象 对吧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新闻 我们最深的感悟都是这个 就是我们一讲到印度 就世人也讲 他在住新加坡特派的期间 其实他对印度人 也是有刻板印象的 一直可能到你 被派驻到新德里之后 你可能才慢慢的 因为深入的了解 那我是因为我很多亲戚在国外 其实你如果住在海外的话 你多少都会跟印度人打交道 因为他们无所不在 毕竟是人口那么众多的国家 那所以在海外的华人群体 多少也跟印度人打过交道 然后也都是有存在很大的刻板印象 其中就包含 你刚刚讲到洋葱跟番茄 是Massar的那个基底 基底对吧 对 然后最多人诟病印度人 就说不要去印度 或者是不要搭印度的航空公司 都说印度人有很浓重的体味 那世人就说 其实他们只要不吃Massar 就没有味道 没错 聊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我要感谢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它是个多种族的地方 老实说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也是不太喜欢印度人 而且其实在新加坡租房子有个原则 只要印度人租过的地方 它那个价钱 你就可以跟房东看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印度人在柜子里面 会除放它那些香料 所以它的香料其实久了以后 其实会有一种更怪 更不好闻的味道 所以其实都是因为香料的问题 那其实我必须要坦诚的讲 其实我在新加坡 第一个有让我有点感觉到shock 就有一次我在跟英语的美国人聊天 这个人现在也在台湾常常上节目 那他是那个前共和党的 这个亚太地区的负责人 叫Ross 就是跟他聊天 然后反正我们也不晓得聊到什么 我们聊到这个马来人 跟印度人身上有体味的问题 然后呢 Ross就突然跟我说 Charles其实我不好意思说 其实你们华人 日本人 韩国人身上也有一股酱油味 我说真的吗 我也吓一跳 我也是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自己闻不到 我们就习惯嘛 那当然我也回敬他说 我其实觉得你们西方人身上 也有那种牛羊的烧味 所以其实从那个一刻起 我其实我可以完全理解 就是你吃什么 你身上就会有什么样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 那印度人其实 你说对 印度人跟马来人 他们都是吃那些香料 马来人的香料 跟印度有点点不一样 但因为他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他也是用了很多的香料 马来西亚有很著名的 像那个森巴酱 对对对 娘的料理里面 对对对 然后他里面还放 像东南亚都会放一些什么虾酱 包括那像印度人 就很受不了那虾子 臭掉的味道 所以印度人就跟我 说他们不喜欢 这个马来人的这个虾酱 或是那些马沙拉 那其实就这样 就是说 我因为我不习惯你 所以我就讨厌那个味道 或是我没有尝试过 我就讨厌那个味道 那其实印度人跟马来人 身上的味道 都来自于这个香料 那你天天吃 你自然就这样 那我其实我为什么 会发现这事情 是因为有一次 我有一个印度朋友 通常你们就是 印度人在跟你走近说话 都还是有那个味道 那因为我已经久了 所以我习惯 免疫 对 但有一天我都觉得 他身上那味道怎么没了 所以我说 你最近怎么了吗 为什么 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尝试了 跟大家解释 比较委婉的讲 他说 那可能是最近 他说最近 因为他生了一个病 然后就看病 有医生告诉他说 你要禁止吃 这个香料 一个礼拜 他现在只能喝牛奶 吃一些那种牛奶制品 但是只要是有放香料 他都不能吃 他说他已经吃了 可能有半个月还多久 也就是说 你只要不吃 他身上那个 我们所谓的糊臭就没有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 其实就是跟你吃的食物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我是觉得 你如果拿来是说 我讨厌他 以这个当理由 我觉得 那你可能要自己闻看 你自己也可能有酱油味 那可能我们自己闻不出来 但别人也会觉得 你身上有个味道 那但是我必须要坦诚说 印度人 但这个东西 我就必须要讲 所以印度人确实是 他的卫生习惯比较不好 我必须要自己讲 就是我在搭机的时候 我也讨厌印度人在旁边 第一因为 他卫生习惯比较不好 第二是他又比较 印度人都比较胖 如果搭得起飞机 基本上都是有钱 吃得比较好 那第三就是说 你去去看 我讲一个生活上的例子 就我的女佣 有一次帮我清理冰箱 像我们通常 食物一定会放在桌上 不会放在地上 可是他都会放在地上 我就叫他不要 然后我去我隔壁的 印度邻居家做客 其实他们也就铺一张毯子 然后在地上吃东西 所以他们对于食物 放在地上这件事情 他觉得是OK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 饮食文化跟生活 习惯的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说 你也不能说 他卫生习惯不好 你去想象 就是比较穷的地方 本来就没有办法 注意这么多 你去想象说 因为我在印度 发现这些 观察这些事情 我想到说 我以前读的书 你看到一些 尤其是在 在这个民国末年 或是清朝末年的时代 你去看到西方人 在看中国 那我们基本上 虽然我们说台湾 现在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毕竟我们祖先 然后你去看看台湾 那个时候 你去看到照片 或是你去 甚至你去看斯卡罗 这一部 这部连续句好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 你说第一 本来卫生条件就不好 第二没有那么好的科技 第三 我每天都忙着 要吃饱肚子 我哪有空去管卫生 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祖父母辈 如果他们比较穷 或是再长一点 因为以前西方人眼中 其实华人也是很脏的 所以其实我这样想一想 就是说只是印度确实 因为他整个发展 还有他的政府的问题 所以造成他发展比较慢 所以他的卫生习惯 当然比较不好 那你一定要变得好 一定是要等到你富裕了以后 你还要经过几代以后 你的卫生习惯才会改 才会注意 我就讲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我最近就是在青南 因为我住在青南 我换了一个房子 然后在淹水之前 水都是没有问题 可是淹水之后 因为我后来知道 我那个房子是抽地下水 所以我在猜 可能是那些脏水 就跑到地下水 所以抽上 所以现在我们家 每天那个水都是黄色的 然后我就跟房东 complain 因为我洗澡 我确实眼睛都有点发炎 就是会发炎 那水是有问题的 但房东就说 Charles 这个不是个大问题 说我们青南人都习惯 他说其实纯水反而不 他跟我在扯皮 说其实看黄色里面 是有矿物质 矿物质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所以对印度人来讲 他觉得无所谓 但对我们来讲 我眼睛就会 我只要每次洗澡 眼睛就红 就会红 就是发炎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是第一 你的经济条件的问题 然后你的国家开发程度的问题 所以当然我会觉得说 台湾人担心 担心说印度人来了以后 可能把环境搞照 但是我必须要讲 你去观察 因为印度人其实在全世界都有 他们印度人很好玩 就是他只要出国以后 他就知道说 因为我是外来者 我怕被人家排挤 所以他基本上会很小心的 follow那个国家的 的要求跟水准 虽然他还是有一些 不好的习惯 但是他可能从小就养成 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在 在个人卫生上 或是在不要违法这方面 我觉得他 他会比较注意 如果他想要 想要发展的更好的话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实话说 台湾也是真的是 我们常笑国外 有一些西方国家 说他们种族歧视 但其实台湾 我个人认为 也是一个种族歧视 非常严重的国家 我非常赞同 因为其实我们骨子里 对于比较肤色 比较黑的人 都是有歧视的 会认为说 他们可能比较穷 或他们比较脏 或是说他们出生比较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是 台湾人很多人 不愿承认的事情 但我觉得 连我自己 在没有去过印度之前 我觉得我也 虽然身为一个记者 身为一个 不应该有这样的主观意识 但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必须承认 我也是不太喜欢印度人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可能 跟很多的刻板印象有关系 那当然也跟说 现在可能有一些 比较人种是比较肤色 比较黑的这些 他们来自于比较 可能经济发展 没那么好的国家 也有关系 但基本上我觉得 这是事实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以前因为在德里 有时候 因为我们台湾会给奖学金 一年可能会发给 很多学生 那我认识两个学生 他们就得到 两种不同的待遇 一个学生 他们都是女的 那一个女学生 当然她是婆罗门 是最高种姓的 所以通常最高种姓 她应该就是 她有混到中东 就是她其实是入侵的民族 所以她的皮肤色 确实是比较白 所以其实她在台湾 就如鱼得水 每个人都对她很好 她都说台湾人好认情 都把她当作女儿 一样来对待 因为可能长得比较像 中东那边 像伊朗 对 可能也没有到 但我觉得她就是比较像 我觉得有点像 可能南美人 像她那有点白色 但是她的 理解 无关又比较深 所以她比较像 南美人 巴西人 然后因为她又是去花莲 那花莲有很多原住民 所以原住民也把它当作是 同类 所以她可能就 而且在台北 台北的话就更明显 因为我觉得台北人 我觉得那种 可能肤色的歧视会更严重 你也许在花莲 也许比较不会 我必须要这样讲 因为我自己是台北人 我自己会这么感觉 那也许听众有些 不认同 那我们可以再讨论 但是呢 就是说 我的另外一个认识的这个印度学员 她就是肤色就是比较黑的 她就跟我说 是我在那边不开心 不快乐 都没有朋友 我就说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慢慢理解 当然第一是 她本身的中文程度也不好 那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障碍 但第二我觉得 可能也跟她的肤色有关系 就是她说说 她说人家看她肤色比较黑 就比较不会愿意跟她讲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台湾的这个肤色的歧视 还是有的 我觉得 但是 看起来印度是 我们引进印度的劳工 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是 以前的MU 在政治上的工房 势必我们 因为东协国家的 劳动力 其实会日益枯竭 实话说 我认识的外劳仲介 就有跟我们讲说 现在你还可以请得到 譬如说像印尼 可能过几年 印尼他们自己都不够用 因为他们也发展起来 是是是 整个东协市场 都在快速的成长 他们当地的劳工 一定迟早 没有办法继续输出 那台湾其实 迟早要朝那个 更 更穷的地方下手 这跟台商的外移 是同样如出一策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也要慢慢的 因为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跟我们 邻近的像日本 也在因为因应高龄化的人口结构 而必须要不断的 引进外来的人力 这个可能不完全是 从你人力短缺的角度来思考 而是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里面 你势必就是越来越高龄化了 你必须要去做一点平衡 那像日本 他们现在开始加大了 传统我们认为 日本不是一个 以移民为主的国家 但是他们现在针对 东南亚甚至南亚 都给出了一些 优惠的移民条件 你可能在那边五年 工作五年 没有不良记录等等之类的 他让你入籍 让你可以入籍日本 那我们想日本这么传统的国家 都不得不开始做这件事了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东北亚的国家 会开始充斥着东南亚国家 甚至南亚国家的面孔 这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代人 必须要学习的一个新的命题 就是传统上面 我们是一个很少经历 所谓的种族荣辱这样的国家 但在未来五到十年 可能我们必须要 更自省一点吧 更打破刻板印象 更愿意跟你同温层 跟你生活圈 不同种族的人 试着打开心房去交往 对吧 没错 就像其实你看桃园 我记得我的 我以前中央社一个主管 他就住桃园 他就说他有一次吓一跳 发现去他小孩的学校 发现 这有大概超过一半的妈妈 都是从东南亚来的 其实你去看桃园 那个人口结构 会更明显的显示出台湾的未来 那你会说不要不要 但是问题我们的人 第一不生 第二确实现在养小孩 比较辛苦 然后再加上说 你的自己的抉择 觉得尤其是像女性的 自主权也高 她觉得我的身体 就是我自己要决定 要不要怀孕 是我自己决定 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 导致我们现在是全世界 应该是人口出生率最低的 所以 跟韩国有得拼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 尤其是 我觉得你 我不晓得 我人在国外 每一次回来都会 有一种心痛感 有一些 比如说你觉得 原本是非常好吃 甚至他是非常知名的 他们都关门了 不是因为他们 比如说房租涨 或是老板不想做了 不是 而是他们找不到 现在真的台湾年轻人 也不愿意在那边 做这种餐厅的工作 因为每天要站着 然后要服务客人 所以你会发现说 越来越少人愿意 做这种服务业 其实我觉得 比较越来越像新加坡 新加坡是 很早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了 年轻人不愿意做 你找不到劳工 这些知名的餐厅 这些很厉害的手艺 他没有传承 他就这样关掉 老实说我会心里觉得 好痛心 好可惜 对不对 台湾又少了一个 可以我值得去跟外国人讲说 你来就要吃这家 你一定会满意到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那不只是吃的 我想还有其他的 各种各方面 包括产业 你看现在产业 也是慢慢的空洞化 空洞化是指 人才的空洞化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 迫切的需要去从 当然我们还是 比较期待的是说 补出这种 比较高阶的人才 但是除了高阶的以外 比如像这些 做餐厅的 做这些 我们也不能讲它低级 它是服务业 要有一些人 也愿意从事服务业 当我们国家 跟新加坡人一样 都不愿意从事服务业的时候 那怎么办 服务业养活最多人 通常占国家的GDP 人口占六成到七成 没错 所以当我们的人 第一因为人口少 第二因为你不愿意做 那没办法 我只能请外劳来填补这一块 那基本上老师 我必须要讲 说不管政治立场或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 拟定这个政策 还都是专业的官员 就是所谓的职业官僚 所以至少现在的田次长 外交部的田次长田中光 他以前在当印度大使的时候 我正好是人在那里 他们那时候 其实就很仔细的考量到说 当然也有政治角度出发 尝试着说要跟印度拉近关系 要加强两边的来往 因为确实台湾跟印度过去 是几乎都没有什么 连人员来往都很少 所以他们当然一直在 所以他们那时候 就为什么会动脑筋 动到东北 也就是觉得说 如果我引进东北人 第一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饮食 他的肤色都跟我们比较一样的话 可能引起的这种不习惯 跟要习惯的这种 就是可能磨合期会比较短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职业官僚 已经有在思考说 当政策要推动的时候 是怎么样可以对这个社会比较好 我觉得其实大家是 不应该苛责 当然我知道说最近可能 我其实也不是为了执政 我其实你也知道 我的立场跟党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其实像最近 这个劳动部长 他讲了一个肤色问 就被人家骂到这样 但其实他只是也是说 因为本来民进党政府的政策 就是我要从皮肤 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引进 所以他就可能就 没有多思考 就把肤色脱口而出 没有做功课 没有好好的 对他可能就是没有想的 就是可能在讲的时候 讲得太快 那确实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歧视观 这是因为在拟定这个政策的职业官僚 他们在想说怎么样对这个社会是 伤害最小 然后又可以达到 第一跟拉近台印关系 第二补充台湾劳动力的不足 他们去拟定的 那其实如果以印度政府的观点 那就是为什么要引进东北人 我这边有很多跟我 就是我的印度本土的人 都很多失业 为什么不引进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政府在拟定这项政策 其实已经有思考到很多方面了 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世人又来到总编读书的节目 那在未来以后我会尽量 每一个月都让他固定来聊一个 跟印度有关的主题 那也希望世人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了解这个 台湾势必越来越关系紧密的一个国家 没错 可以这么说 也非常感谢在收听到现在的各位听众 如果你是在YT的话 看YT的节目的话 各位观众 那总编读书这个节目呢 现在是采取订阅制 那订阅制的部分是我个人的书评 那各位来宾 固定来宾的节目都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喜欢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如果喜欢我的订阅制的书评 就麻烦你每个月用99块来资助我 让我把节目做得更好 我们下一集节目见 我们下期见